正好這件事情 你看民進黨被點名的很多 要參選的 非凡是直接還被拿出來點名 然後許家田你說 本來是講說停職 後來他自己請辭貨准 然後這樣一路往下 這樣子燒 燒出來所有這些聖貨連 像你說那個寇姐 今天還在聯課上面講一篇 講說哎呀這是個什麼紅人 大家的好朋友 誰敢動他 類似像這些詞 所以這整個是燒到民黨 尤其是對於賴清德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我坦白講 因為這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 賴清德主席現在是在承接這件事情 來去解決他 所以我覺得承接者有承接者責任 過去的當事人就是那個加害人 有加害人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分好幾個層次 就是說對於加害者來說 我覺得辭職是一定不夠的 對不對 你說許家田這些 就是對於那些人 他們覺得被忽視了嘛 這件事情不會再因為辭職 而事情就停止 社會上對於這件事情 也不會因為辭職而停止 所以我認為這一定對於整個選舉 是造成風波啦 在這樣的風波之下 要趕快把他度過 這度過不是說基於政治 我就假裝沒靠往前衝 是要把所有事情處理到一個 大家可以社會上可以接受 也符合社會期待的部分 接著也在結構上 避免下一次不要再發生 我覺得這很重要 正好有人講說像這次發生的這件事情 因為民進黨本來可能要徵召你用五黨籍的身份去參選這些 那當然中間過程你剛講說一個候選人面對到所有問題 有任何質疑就把他講清楚 那有人說這時候民進黨發生這件事情 跟你那前一陣子被質疑的那些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會不會影響到包括你還要不要繼續往下 要往下選獲所有這些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我談我論自己 我覺得跟現在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的事情很單純就是 第一個我是被烏龍爆料 我是被惡意抹黑爆料的 那個被害人 第二件事情我這一言論 我透過司法一審二審定業證明我是被害人 我是清白的 亂爆料的人被被判賠了 對不對 然後也受到司法上的處罰 第三件事情面對這件事情 我從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上禮拜五的凌晨 到現在我的態度很簡單 有人問我就回答 我剛剛上一場是接受董豪哥的訪問 董豪哥也先問 欸 董豪可不可以回答這一題 我當然可以 我就趁這機會解釋清楚啊 對不對 過去這件事情我有解釋 可是因為過去沒有人要管我嘛 大家喜歡看爆料 法院還我清白的時候 沒有人想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講 我那時候清白的按讚 我說一個讚跟四個讚 那在這個時間點 我當然是把握機會不斷去解釋 解釋 解釋 很好啊 主持人問我 我正面來回答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民進黨有一些基層的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聯署 顯然他們對於你剛剛講 你還是有些人不能接受 那你怎麼辦 我持續去溝通 持續去解釋 因為對於一個候選人來說 你遇到被潑髒水 你不可能解釋到百分之百 可是候選人的責任應該是 盡可能的把他解釋到百分之百 而不是逃避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花一點點時間 來我的臉書 看我過去的所有訪問 稍微把來龍去脈搞清楚一些 這件事情是可以 我認為啦 對我而言 我是可以繼續再解釋下去 我關鍵不迴避嘛 只是說這個對我來說 我在永和的選戰 永和也很重要 所以我也開始積極拜會地方 開始投入永和地方的生根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重要 OK